今年开始商用车的生产性企业过去是有50%的外资的股比限制的 今年开始已经取消了股比的限制 同时外商的汽车生产企业只能有两家的限制也会被取消 我们非常看好现在的环境 在一些具体的办事的过程中 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各地的政府都走进企业 一个是把网络办公提到了一时日生 再有一个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我们过去可能需要到好多的部门跑好几趟 现在就是通过一个窗口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在疫情期间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帮助企业 减免税费 社保基金的延迟缴纳 租金的减免 我们大概的统计了一下我们在中国的独资的这些企业 可能在这个减免税费减免和租金减免方面 可能有一个两千万的这个受益 感谢这个政府对我们企业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网络 来 我们下期再见 邓道